現在請我們以最熱流的掌聲來歡迎唐鳳 非常高興地過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有沒有接起來 但是沒有的話我們就只好清唱 大家可能知道我演講是沒有固定講什麼的 所以基本上是要靠大家用自己的手機 然後掃QR Code 但是因為前排燈光比較亮 或不馬上反應非常的快 QR Code如果掃得到的話就掃 如果掃不到的話就手動到slido.com 然後輸入01003 尺號不用輸入 不管是掃QR Code或者是slido.com 然後01003都會進入同一個匿名的可以留言的地方 我們看到已經有朋友在測試它的功能了 這非常棒 所以就跟大家講一下這個空間的兩個特點 那一個是說大家可以發現可以匿名的問問題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想到什麼就可以問什麼 不用怕這個丟臉 那大家搬動愛華手機也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想到什麼就問什麼 那另外一個好處是說可以按讚 好比像說這個已經有四個人按讚了 那按讚的數量越高的它越會跑到上頭去 所以好比像說現在已經有8票了 那我就拿這個來做一個示範 那這個示範就有票了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以我的理解 接下來是大概80分鐘左右不休息嘛 那通常這麼長時間的演講 在中間一定大家會就是覺得說 一定要拿起手機看一下 一定要找到什麼東西按讚啊 什麼之類的 我也是這樣 沒有什麼 現代人都是這樣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等於在一開始就透過QR Code的方式 就是讓大家的手機變成焦距的一部分啊 那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如果想要按讚 可以為彼此的問題按讚 那如果有什麼想要這個討論的事情呢 最新的問題 包含追問啊等等 都會跑到右下角 那所以右下角也很適合拿來做一些程序動議 好比像說冷氣太冷啊 冷氣不夠冷啊 燈光太晴啊 什麼之類的 大概都是有時候右下角就會開始自己聊天起來 那個屬於正常能量釋放啊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在接下來我就比較知道說大家想要聽的題目是什麼 或大家關心的題目是什麼 一個題目如果有很多人按讚的話 可能就表示說 我們可以花比較多的時間來這邊探討 好比像我剛剛已經看到 有一個人問了沙發衝浪相關的問題喔 大概很快就會被推上去了 那我們也看到這一排非常的整齊喔 有三個這個題目都是說嗨 非常棒 所以我們就這個說嗨 嗨 然後就可以把它全部收起來 好 那果然又聊的朋友 反應冷氣太冷了喔 那看這個空調怎麼樣 能不能夠調整一下 有三個朋友們 這個說聲音挺迷 然後非常感謝這三個朋友們的肯定 那 好 那我們終於看到一個比較像是有問題的問題了 因為有問號啊 前面的都沒有問號 所以這大概都是概念的發表 那這裡有一個問號 所以我們就來開始處理這個問題 那同樣的中間隨時都歡迎舉手 舉手的話應該我們還有多餘支的無限來嘛 那也歡迎這次期間開始對調 好 那會有問題的朋友可能是知道說我在20出頭的時候 大概2005年左右啊 我是在全世界大概20多個不同的城市 有過這個沙發衝浪的一個經驗 那在當時我是有看到一位數學家的一個生平 這個數學家叫Paul Eudesh 那 Eudesh這位數學家他的特點就是說 他是會跑去各個在做數學的各個領域 他也沒有特別管數學哪一個分子 那就跑去那個數學家那邊 然後就睡在人家的沙發上 然後就跟他一起寫論文 然後一直到就是對方受不了他 那他就說那你必須要推薦另外一個很有意思的數學家 而且還要幫我出火車票 他才願意走 那所以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在數學界就有一個叫Eudesh number 就是說跟他和寫過論文的人Eudesh number是1 跟他和寫過論文的人和寫過論文Eudesh number是2 所以他等於一個人變成一個好像人形的數學的social network 這樣的一個感覺 就是他會把數學各個分支 就是把他結合在一起去出類網通進行創新 那因為我當時是在做一個程式語言叫做Pearl 他的一個新的版本現在叫做Rakuf 當時叫做Pearl 6 那當時我是運用了一個叫做Hasko的這樣子一個語言 那其實這個語言本來就是鑽研這個語言的人 大部分都是學術界的朋友 那運用Pearl的大概都是15屆的朋友比較多 所以我也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去全世界找到在做程式語言設計的朋友們 然後可能彼此都不知道彼此的研究 事實上有出類網通的地方 但是我就是靠著在每個城市舉辦黑客送沙發衝浪等等的方式 去確保所有大家都知道彼此在做什麼 所以我當時是說自己是Eudeshink 就是學著Board Dish的那樣的方式在進行工作 那對我人身的影響大概可以分成兩方面 一個是說我事後回想就覺得說我當時這個膽子很大 這個我見到爸媽這個膽子也很大 因為其實這些網友雖然說我們可能一起做過研究 甚至一起發過Paper等等 但是我其實從來沒有去過他們坐在那個國家 而且我當時的英文程度也就是很不怎麼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實就覺得說這個陌生的網友 只是因為在網路上面一起做過可能半年一年的研究 然後就可以去住人家家的這件事情 其實是在當時是蠻新的一個概念 那但是也讓我看到說確實每個地方都存在著 我們就是做開放式創新開放原始等等 好像我們是一個本身是一個原住民族 網路的原住民族 就是網路原神帶著這種新的想法 那雖然是三群世界各地 但是事實上感覺都是好像族人一樣 所以這是第一個就是覺得 到全世界都有一群已經有共同的理念的這個朋友 我覺得非常棒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就放下那種好像英文一定要講的 英語一定要講的就是90分就是五分才敢講的這個想法 因為我去全世界二十個國家 絕大部分的人口音也都蠻重的 然後事實上也比起來好像也就是不怎麼樣 然後事實上文法也並不完美 但是其實就是勾用就好啊 然後大家只要願意敢開口 其實語言本來就只是大家互相溝通的一個工具而已 而不是用來考試的 所以我那時候也覺得很Liberate 所以就是就養成一個想到什麼就講什麼的這個習慣 那所以後來就是在現在大家可能看到 所以我因為每天這個早上七點到九點是捐給外交部 就是北美南美的很多訪問啊很多會議啊 晚上傍晚大概五點到七點吧 很多都是非洲然後跟歐洲的一些朋友 所以當時就養成一種好像 不管對方的口音怎麼樣 我就開始學對方的口音 因為我學英語 然後我並沒有自己的口音 然後就反正就是用他的腔調講話 然後這樣子的話至少他覺得比較親切嘛 那然後這個不管措辭怎麼樣或文法怎麼樣 反正能夠溝通就好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很容易就可以跟人混熟 所以我會蠻無意就是大家如果對於外語的掌握 覺得說自己好像一定要到八九十分才敢發表的話 那其實就把自己丟去沙發重量的那個環境裡面 其實非常快就會發現說 與人是人跟人溝通 都是人跟考試卷溝通的這個工具 那其實關於這件事情本身 我覺得就已經值得去做沙發重量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那有11位朋友們問說 類似摩爾定律 可不可以預期一下AI發展的重要的里程 備有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確實就是我們在AI的進度裡面 基本上每次有過這個AI的boom 就是大家很喜歡AI的那一段時期之後 就有一個AI冬天 就是大家發現說 這套方法好像不能運用在絕大部分的事情上 只能運用在一部分的事情上 那這個AI已經經過了至少兩次 你說是三次的這樣子一個興衰的一個過程 那好比像說一開始大家是覺得說 一定要人能夠想得出來的規則 然後把這個規則交給電腦 後來就發現說人世間有規則的東西非常少 沒有規則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我們要交電腦規則的話其實是行不同的 那後來也有講說那不如就是像專家系統吧 就算沒有規則 你看足夠多的專家進行判斷之後 電腦自己去歸納出一個規則來 那像這樣子 那但是後來又發現說 其實專家碰到的這些領域的變化其實是有限 他到現實世界的時候會碰到很多 他在當時訓練的時候從來沒有碰到過的這些事情 那所以這個發現能夠解決可能是比較可控的環境裡面 比較像是optimization 就是優化的這些題目才能夠這樣做 但很難去做就是比較創新的 去放在一個新的領域裡面的狀況 那到現在這一代的就是像GPT-3這一類的東西 那他事實上是完全不去想規則 也不算什麼是優化 他解決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 就是在像類似PTT 他們用的是Reddit 就是從鄉民的版上面 就是給他一大串字 那下一個字可能是什麼 他是負責解這個問題 別的都不去做 所以基本上他已經把傳統上面說 怎麼樣是好 怎麼樣是不好 怎麼樣是優化 怎麼樣不是優化 他已經完全翻轉 他只是說鄉民比較有可能 怎麼樣寫完這篇文章的這個程度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確實是可以 就是我們叫做一個圖靈測試 就是說他要蒙混成人類 現在變得非常的容易 因為就是大家在就是推文的時候 本來也不太會去管 就是前後一不一致嘛 什麼之類的 就要有梗就好了 那GPT-3可以很容易的產生出 非常多很有梗的東西來 所以目前大概到這個情況 但是就是說 因為他當時訓練的時候 只是說鄉民有可能 完成一篇文章的可能的措辭 所以你如果去問他就是 好比上說要他解數學題啊 或者是說要他解常識題啊 或什麼 那他基本上就是 比起你在網路上面 遇到一個隨便的鄉民來講 就差不多剛剛好那個程度而已 所以你也很難相信 他能夠去做真的很專業的那種判斷 那所以目前我們AI的發展 是到這個情況 那再下一個里程的可能就是說 變成是我們即可以去好像 就是把人的這種嘗試的部分 就是看起來就是像後像樣 像是人的這種探討 那但是二方面 又可以再把一些就是專業的訓練 去做這樣子的transfer 然後讓他能夠自己去歸納出這個規則來 即使是在連續的 或者是不那麼容易說明規則的 就是基本上就不太像下危機或上起的那些情況 那這些情況大概應該在最近幾年 就又會再有突破 因為現在發現說像GP13的這樣子一種做法 你只要給它足夠多的算力 目前看起來就是算力只要更多 那它的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直化的 而不是只是好像看起來像人化的 在那個狀況 它就越能夠自己歸納出一套規則來 所以這一波可能還會再持續兩三年 那再往下可能就是關於量子計算 那量子計算當然它能夠解決問題的cost又會變多 那也有一說就是說我們事實上人腦就是量子電腦 但是這個也只是假說而已 那但是我想在接下來一部分就是人腦跟電腦一起思考的這件事情 好不像大家可能知道Elon Musk最近做Neural Lake 可以說往這個方向又再多跨出一步 所以之後我們就會發現說可以需要創造力 也需要價值 也需要生命經驗的 那可能是人腦還是比較有優勢 那但是像剛剛講的就是大規模的去預測說 接下來會有怎麼樣的pattern等等 這些比較容易的這些事情 說聽電腦是很適合做 那在此之前都是有一個人機介面 中間那個頻寬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接下來我想這個頻寬又可以再進一步的擴張 那就會變成是我們叫collaborative learning 就是雙方都可以一起思考或者是一起學習的這個做法 那這個做法當然Neuralink有人很看好 覺得四五年之內就可以就是達成就是人機共生的目標 那但是有人不是很看好 覺得可能要十年要十五年左右 那這個都是我想大家越在這上面透露 力氣就會越達成的 有14位朋友們問說 那AI與科技對於高齡小子化 對於企業發展 對於實質的幫助是什麼 這也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我們實際上看到就是在高齡小子化 去就是延伸到實際的 就是工作上面 要比方說像我們每年都會辦一個那個總統盃黑客送 那總統盃黑客送就是每年就是這些做資料科學做AI AI我都會分成輔助式的智能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去幫助大家去進行就是判斷 或者是去進行自動化的這些工作 那每年總統會辦五個獎盃給五個卓越的團隊 那每個團隊都是運用這些就是資料科學跟AI的技術 來讓整個社會能夠變得更好 那裡面也有不少是要解決高齡小子化的一個問題 那好比像說第一屆的一個冠軍團隊叫做搶救水寶寶 就是台灣自來水公司的一個團隊 那他們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 基本上現在很少年輕人願意去擔任這個監漏員的工作 這是在基隆小區從一個地方有水管漏水到師傅聽到他漏水平均要花兩個月的時間 也就是說絕大部分時間這些師傅的時間都花在聽一些沒有漏水的水管 也是比較容易的一個工作 那不要說這個血圖不是很容易長 那就連他們自己也覺得說我找到漏水 實際在修漏水的時候創造力 那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做比較重複性的工作 那所以後來他們就是用了一個LINE上面的一個對話機器人 然後去連到工業控制的SCADA系統 去把就是每一個水管它的血壓、水流量、當天的天氣等等 去做成這樣子一個predictive model 就是他能夠去預測說我看到這樣子一個水壓、水流量 那這個是有漏水的機率可能是當時騎士會以上 所以這位師傅一醒來他就會在他的機器學徒的那個對話床裡面看到了 他附近三個地方都是高過百分七十的機率 那可能是漏水 所以他一天尋三個地方幾乎至少有一個是真的有漏水 那他就可以花很多時間在創造型的工作上 那對這些對年輕的學徒來講 等於是說他覺得自己好像工具人或機器人的那一部分 就是真的交給機器做了 那這些年輕人朋友們除了是創造力的去想說要怎麼進去漏水之外 還可以幫忙去調整這樣子的一個演算法 但是這個不是只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 像現在已經從兩個月縮短到平均兩天了 就可以直接偵測到 那他事實上也解決了就是這個技巧怎麼樣傳到就是像一代 願意有人來繼續進行這個重要的 但是本來可能有點容的這個工作 那所以也讓我們可以擺脫傳統上什麼就是什麼不合理的叫磨練啊 什麼赤骨叫做赤骨啊什麼之類 我覺得對於書的創新沒有什麼幫助的一些思考方式 對現在是比較是說這個其實需要機器學徒就訓練一個啊 這個輸到用事隨便找啊等等的 這樣子就是比較開放式創新的一個精神 那每次他實際做到這樣子的時候 總統就會辦那個助理團隊的獎盃嘛 那是沒有獎金的人就是獎盃 那為什麼叫總統碑呢 因為它是一個台灣的形狀 底下有一個小型的投影機 如果你把投影機打開的話 就會投影出我們的神主派 就是就會投影出總統頒獎給你的畫面 然後總統就會承諾說你花三個月做出來這個創新 我們就會用一切的方法在接下來12個月裡面 把它變成我們的就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 那如果缺少預算會想辦法找預算 如果缺少人員我們會想辦法找人員 如果它是法規的限制的話 我們會想盡辦法把法規松綁 讓你的這個創新等於達成 所以我們後來就發現說 這個真的是很怪 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們 就因為總統碑的關係 他們本來只是在 像剛剛講的是一個基隆小區 或者是另外一個題目是他們在籃獄去做 因為直升機後送 之前有帥過一次直升機嘛 所以後來他們就發現說 要讓在地的護理師心願也留在那邊的前提 是在地的朋友要信任他的判斷 但是在地朋友怎麼信任他 就是出現重症的時候 遠距的醫師能夠透過這種三方回診的方式 然後讓在地的朋友看到說 這個護理師所做的處置 都是這些遠距的專科醫師的指導之下做的 那但是這件事情當然是很棒的 他當時是違法的 因為護理師只有在醫師在同一個房間在他旁邊的時候 才能夠尋移住去進行診斷跟治療 但是如果是他旁邊有一個銀幕 而銀幕上有一個專科醫師的時候 當時這個是不合法的 但是我們在總統盃裡面 就是花了三個月實際性實作 確實是發現說他們想要從醫學中心去支援的這些醫師或護理師 他們這樣子才學會在當地還是有所學習 而不會變成說什麼都會送掉的情況 所以他們也得了就是那一屆的總統盃和送的作業團隊 那所以本來好像說管那個空情的就是黑影直升精神內政部 然後管這個醫療的是衛福部 那兩個部位也有想要討論這件事情 一直沒有排出時間 但是因為他們得了這個獎盃 所以只要一打開把那個深處牌召喚出來 兩個住民就趕快去開會的時間 然後就真的就是端出了一整套配套的方案 他們那一隊叫做零時差隊 不是零時差隊 零時差隊 沒有時差的隊伍 那所以後來就真的用一個時差的方式 真的在全台灣超過一百多個點 不是只是離島 也包含原住民族的地區偏鄉等等 那能夠讓他們那一邊就是不單有設備 有預算 而且還有這個教育訓量 讓他們在地的這些護理師跟醫師 更願意去就是處理重鎮 在原區的醫師的指導底下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也修了法律 那所以現在好比像說護理師或住產師 在原區的醫師指導師下去進行 這個原區的戰略處置 那現在就已經變成合法的 那所以可以說是整個禮法 或者預算的進度 本來可能要三四年的 那因為總統被黑客送的關係 就大幅的加速 那這些都可以讓就是在小君子 年化以及高齡化的情況下 並不是說好像就是我們就放棄掉 偏鄉或者離島或者放棄掉 某些特定大家生活的方式 而是說我們透過一些AI的方式 就是輔助大家能夠去把焦點跟精力集中在 對大家有社會意義的那些事情上面 然後把裡面本來是需要 就是可能比較容的這些工作的這些事情 盡量的就是offload去交給這些來做 那當然這也不是只限制在就是軟體的部分 硬體的部分 好比像說像無人機 那在台灣我們也有一個類似的一個sandbox 一個沙盒的一個概念 那其實現在運用最多的反而是在農業上面去做 尤其是像如果是有機的農法的話 那它要噴那些自裁的頻率是就是非常密集的 可能一兩個禮拜就要噴一次 那以前你如果不是就是有非常多人來一起幫忙 那在高齡化的情況下 基本上就很難照顧到很大的土地面積 那現在因為有無人機等等的這些做法 所以其實就變成說一兩個人他就可以照顧一大片 但是還是用有機方法來更做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實質的 就是對於高齡少子化的這個幫助 那當然從企業的角度來看 就是如果你在推出的這個產品和服務 本來就是扣合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的話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搭著這一波 那包含像剛才講的就是解決高齡少子化的這些自動化的趨勢 或者是說我們現在在消費的時候都會去看它對於環境 對於社會到底有沒有正面的影響 那所以好比說碳排放等等 這些也都是就是如果你本來沒有什麼創新的動力 因為覺得說這個大家總是只是看它的cost effectiveness 都是只是看它的經濟的價值 但是現在發現說大家會把社會價值環境價值 甚至像明年開始公司制定3.0甚至永續版等等 會變成在投資的時候好像不得不考慮這些事情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有一個創新 而且是跟整個社會一起創新的這個動機 所以我們的實際幫助就是去在大家有這些創新的時候 盡可能幫大家增幅 就是把這些好的想法 一下子就不是只是在藍營或者只是在基隆 而是說一下子就是全台灣 甚至連紐西蘭都會直接來學我們的這一套 包含這個政策漏水 或者像我們之前還有一個 黑客送的團隊是做水盒子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空氣盒子是自己量空氣的品質 那水盒子就是自己量農地上面的工廠 旁邊的灌溉的那個水道裡面的水的這個品質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就是社會創新 那所以不是只是說好像我們在這方面可以創造出我們自己的AILT ZeroG啊這個分散式帳本啊等等這種技術的showcase 而是說AILT也有類似的狀況 他們有所謂牧場就是產陷入的那些地方 他們的下游都每次如果水質有問題 都是覺得一定是這些牧場害的 而這些牧場的時候沒有一定都是我們的羹上游 我們也很需要乾淨的水 那就是各說各話的一個情況 那但是透過從台灣這邊出來展開社會創新的模式 他們就可以在就是誰都不犧牲掉自己的發言權的情況下 大家運用類似像分散式上的這樣的方法 一起去做出一個就是實際的到底目前水平值是怎麼樣 以及水的基本上它的擴散條件是比空氣要容易計算的 所以一下子就可以實際上給得出交代 就可以accountable 那這個對於大家更相信他們的就是牧場一定是有所幫助的 所以這個幫助不一定是在賺錢上面 可能是在節省成本上面 節省創新的成本上面 也是在就是節省你取得公共的這個責行 或者就是給得出交代的這個成本上面 那這些都是我們就是assisted intelligence 就是輔助士智能真的很可以幫忙的地方 那有17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面對兩岸的關係日益緊張 那台灣政府的機關交通能源等的民生相關資訊設備 能不能夠抵抗這個中共的這個網路攻擊 那我是覺得大概有兩個方面來講 一個是說我們真正比較critical的 我們叫做OT就是operation相關的這些系統 基本上是不接到網際網路上的 網際網路上面可能是好比像說那個中油的回源卡系統 是在網際網路上面 但是中油的那些實際的機器設備 根本就沒有練到網際網路上 所以這是一個防禦眾生嘛 就是說就算IT的部分 這個就是有一些朋友們像什麼APT41 這個有取得一些突破 那但是它事實上的影響就是 我們就改用現金結帳 那因為它總是就到這邊了 沒有辦法再到OT那邊去 那我們在其他的就是不管情人上面等等 我們都有那時候應該是安排每兩年一次嘛 請各國的這個紅隊 然後來攻擊我們這邊的防守的藍隊 然後有所謂的Purple Teaming 就是紅隊跟藍隊彼此交換這個情況 那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發現說我們的防禦眾生真的做得還不錯 就是他們就是突擊到某個程度 但它就很難去橫向去擴散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部分倒是我還覺得還不錯 就是它是在設計的時候就是Secure by Design 它不是好像只是就是相信這個一兩個人的共識而已 相反的它是確保說 就是你透過網際網路就是能攻擊到這邊 就是沒有辦法再往前了 那另外一個比較大家可能比較concent的 可能不是就是所謂的Hard Cyber Security 而是就是所謂的假訊息危害 就是所謂的認知空間作戰 那認知空間作戰 確實在兩三年前是我們很頭痛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因為我們基本上不是很喜歡像附近的很多政治實體一樣去讓行政體系有能夠把東西下架的這種權利 我們覺得說大家都還記得戒嚴的時候就是所謂的事前審查 那大家都不願意回到那個情況 所以我們要一方面能夠保障就是百分之百一分自由 但是二方面我們又希望能夠讓這個所謂的intentional public harm 就是蓄意的造成公共不利益的這些故事訊息 能夠一下子就被辨認出來 一下子就被大家發現 那後來我們就想出了一套模式 這個也是我們的台灣model 那這套模式簡單來講叫做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每次在公開的網路 還不像說Facebook啊有開地球啊等等這些地方 有這些假訊息的危害日空間作戰出現之前 其實早就都已經在點對點假名 就像Line群組的這些地方 其實已經傳了不知道多少個版本了 是他們發現說這個東西是有機可乘 那才會花了很多力氣去把它擴增到所謂的訊息操弄的那個階段 那但是呢因為有很多朋友們願意 好比想說如果你現在接到一封垃圾詐騙郵件 有一些朋友們會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他會去按那個檢舉垃圾詐騙郵件的那個按鈕 所以這個詐騙郵件的fingerprint 它就會被寄到國際上一個叫做spamhouse的一個組織 那只要有足夠多人願意造起檢舉 那這個垃圾郵件的寄件員 他接下来所寄的郵件 並不是說就消失了 他是跑到大家的垃圾郵件的資料夾 所以這是一個public notice 那如果就是大家時間太多 當然還可以去翻垃圾郵件的資料夾 那但是事實上就是他不會浪費掉大部分人的時間 所以事實上就是假訊息的危害 基本上就是可以看成是一個大家會忍不住點轉傳的垃圾郵件 那所以同樣就跟解決垃圾郵件的問題一樣 只要有足夠多人願意在掀起的情況下 這個來舉報 那我們就會立刻推出這種民音式的根圖 來批謠 那像這張就是當時這個 Human Over Rumor 民音批謠的一個經典之作 這個作者 丁一鳴老師現在是我們行政院發言人了 所以 那這個真的是蠻經典 就是說我們在當時就發現說 竟然有一個轉傳的謠言說 旗艦內燃發唐發會發一百萬 那然後我們這個院長就用一個年輕的時候照片 說就算我現在沒有頭髮也不會懲罰像年輕的時候的我 但是有一個小字說 我們做的是針對藥劑廠商的標示規定 不是針對美容業者 而且2021年才實施 但是這些都不是民音的部分 民音的部分是這裡 那所以就是院長目前的照片 然後說不如你一收內染糖 雖然不傷頭髮 但是會傷頭髮 嚴重的時候只要看看 我就會知道不然什麼事情 所以 果然是這個反射陽光界的高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最近的那個就是中秋的梗圖 所以就是說在60分鐘之內 如果能夠推出這種很好笑的梗圖的話 其實大家笑過之後就對這個謠言免疫了 因為絕大部分的資訊戰士 建立在你一看 覺得說怎麼會有這麼扯的事情 義分填膺 所以不查證就按轉串 但是如果你已經對這些事情進行效果的話 其實如果有看過《腦型集團》那部電影的話 我們知道說在腦裡面的那顆球 它是會染色的 但是從怒怒就是改成樂樂是很容易的 但是從樂樂基本上沒有辦法回到怒怒去 所以我們知道在一個new cycle之內 就是在大家這個一天結束之前 不管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就是訊息戰的部分 我們就無論如何給你一個很可愛的根圖 那這個情況下你看過之後就免疫了 就不太可能轉串 那即使是你已經看過了 在你的腦裡也會形成一個平衡的作用 那等到你睡醒的時候 你記得的是這個比較好笑的部分 已經大概不會記得這個讓人憤怒的那個部分 那確實搜尋疫情也是這樣 就是如果現在大家去Google去找這個染法通話罰款 一定看到是這張梗圖 一定不是當時的那個假訊息 所以我們就是靠這種類似前期的情況 而且是能夠在平均一小時 大概最多兩小時所謂222的原則 就兩個小時之內出兩張圖 每張兩百字之內 那去結合這些就是像Cofax 這個叫真的假的 那後來我們經紀部門好比像說 那個趨勢科技也推出了叫做訪詐達人吧 所以它是跟真的假的是類似的 但是它是連那個詐騙啊 或者是一些假的影音啊 什麼之類也都可以去進行掃描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只要足多多人去舉報 那台灣視察中心就可以跑出來 然後說事實上我們查證過 實際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我們這邊就是說 把台灣視察中心的這些工作 因為它是獨立的就是查證嘛 所以我們也可能錯 我們如果錯 我們馬上到前 不然我們就變成做資訊帳 但是我們如果沒有錯 而是這個實際上是有知識假訊息的話 那台灣視察中心的查查報告一出來 我們就會去說服 包含Facebook在內的這些 國際的這些平台 他們不能說 就是好像假裝沒有看到 它必須要有一個public notice 就是在那個分享的圖文上面 直接加上一個公開的告示 好比像說舉例來講 我只舉一個例子就好 我們在去年11月的時候 曾經有過這樣子一個認知空間的作戰 這個也很有意思 因為它在香港基本上是沒有push 只在台灣push 很顯然知道說在台灣當時選舉 很可能香港議題有一個主要的議題 所以我們就看到有很多channel 都冒出了一個很奇怪的訊息 說香港暴徒的時候要曝光 殺警罪告給2000萬 而且還相模相樣的附了一張照片 而且有一些很奇怪的caption 比方說這個說什麼三萬塊 就是一個13歲小暴徒參加暴亂活動 所獲酬勞之類的 那所以這些當然不是真的 但是台灣視察的中心 因為它是一個聯繫到國際的 International Fact-Track Network IFCM 所以他們就去找到這張照片 照片是有的 就是路透社的照片 就是左邊 當然就是從他們的角度 就是push一個 可能還有侵犯著作權嫌疑的 這樣一個narrative 這樣子一個做法 那這樣子的話 一方面我們不會有好像 事前閃查或親害言論自由 因為我們並沒有把任何東西下架 但二方面大家都可以學到說 事實上是有訊息操弄正在進行 而且大家都可以實際自己去查核 說確實最早的訊息 就是中央政法委那邊過來的 那所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就是確保說大家都可以了解到 這件事情的來龍區埋 然後大家都可以有點像是 就是培養自己的媒體的不是試讀能力 試讀能力好像我們只是讀者一樣 而是媒體素養 就是好像我們自己都是訊息的產生者 那所以大概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不但是抵抗 而且是在這樣子抵抗的過程裡面 更加促進就是民主的深化 以及大家的媒體的素養 有20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在德國的日子是不是有翻轉我對教育的看法 我對台灣的教育 是不是有辦法給德國看齊 那當然在我們的新課綱 就是去年的銀馬課綱上路之後 那我覺得至少我在德國那邊 有感覺到一個就是 我們把小孩當大人看 小孩就會很快的就成熟 我們一直把小孩當小小孩看 那他們就一直長不大的這個狀況 那在新課綱裡面是已經有所反應 好不像說 我們讓高中的學生就已經開始選秀 不管是校定的這個選秀課程 加深加工課程 或者他在附近任何可以自己取得到的這些資源 以前都是到了大學才開始去想要選什麼課 那現在在高中就已經可以開始去想要選什麼課 那又或者是說 我們在過中年過小的時候 都用所謂的問題導向式的學習PBL 就是說不是老師才有標準答案 你要想辦法去背誦 或者是去想辦法想出老師腦裡的那個標準答案 而是大部分東西都沒有標準答案 那老師只是覺得你提出問題好像像slido這樣子 就是大家提出問題之後 老師跟著大家一起去想這些問題而已 那是完全平等的 不是說好像在講台上的麥克風的人最懂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不是覺得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去告訴大家說 我們在以前就是人跟人之間彼此競爭的這樣子一種想法 那當然是我們翻譯上的一個錯誤 我們把那個competence就是核心能力跟competitiveness就是競爭力都一律翻成競爭力 所以就變成是說 團隊跟團隊之間彼此競爭 人跟人之間相互合作 那個我在德國是非常有這種感覺 那但是在台灣可能因為翻譯錯誤 所以就變成團隊之間彼此競爭 人跟人之間要彼此競爭 人跟人之間要彼此競爭 人跟這些彼此競爭要怎麼組成團隊 這是很玄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也把它等於是把它蓋過來 所以變成是說 如果小孩一開始在甚至過小12年級 找得到自己想要發展的方向 那好像他一轉頭就往自己想要那個方向跑 他就贏在起跑點上 或是因為他的同學沒有人跑那個方向 所以他按照定義就第一名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往那個方向去的時候 他就會看到各種不同的年紀的 各種不同的文化的等等這些朋友 那他就可以跟他們互動 然後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樣子呢 大家才可以學到說 人跟人之間其實是只有彼此合作 只有團體跟團體之間 制度跟制度之間 當然還是有彼此競爭的這件事情 那所以這個確實是我當時在德國 有學到的一些想法 那但是現在我想經過我們的 十幾年來的這個實驗教育 那到我們新科剛知 把這個實驗教育裡面 就是work的這些部分 實際、資方、活動、功耗等等 都納入我們的國民教育 那我目前是覺得蠻樂觀的 就是它不但是看齊 而且是在某些方面 我覺得因為我們就是百花齊放的那個實驗教育 所以它的那個探索的範圍 是比在德國甚至還要來得多的 所以我是蠻不關的 那有21位朋友問說 對於自選是怎麼樣 維持學習的動力跟方向 非常好的問題 大概簡單來講 就是我通常都會挑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然後這個問題 大概我有生之年也沒有辦法解決 那我一直想要解決一點點 一點點就會覺得很開心 如果你找一個很簡單的遊戲 破關的時候 自然就覺得蠻不好玩了 但是像我記得說 我當時就是從國中二年級 載學 這個載學要加個引號 因為我是告訴校長說 我想要做研究的工作 那在網路上面 已經有很多人一起做研究 而且校長本來跟我說 我要念完高中、念完大學 甚至去考個GRE 去國外念到博士後 才能夠跟我喜歡的學者 一起做研究的 那位學者就已經回我email了 所以可見中間這一段 就是不必要的 在網路上面 他隔著email也不知道 我才15歲 所以我們就很快就開始去做研究 那所以當時就是 北正國中杜衛銘校長 那他就把我 就是印出來的那個email就看完 然後他就想了大概一分鐘 然後他就說 好,那你明天就不用來學校了 那當時其實是 這等於是類似公民不服從 那當時還有強迫入學條例 也沒有實驗教育的法源 所以事實上就是 就是讀學那邊 教育群那邊等等 那校長都要幫我去承擔 意思就是他要偽造文書 現在最書籍都過了 不是很重要 所以後來就是 我就在那裡 一直有一個這個 是專業的公務員 是最有創新的能力的一群人 大概就是從那個時候 就是中獎 來講一種心態 所以我到現在都還是覺得最創新的 就是這些專業的公務員 Anyway 那所以總之我在當時的情況下 我當時想要就是探討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在網路上面 一群互相不認識的人 只是因為一個關鍵字 對了就可以很快速地 彼此信任 而且開始一起做些什麼 那但是為什麼我們在實體面對面的時候 常常是覺得說 不要隨便這個上陌生人的車啊 不要隨便去陌生人家裡啊等等 就是我在實體的這個信任間裡 需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但是為什麼在網路上面 大家可以很快地不斷與此信任 而且一下子就開始進行共同創造 那這個題目 在當時甚至連網路社會學這個詞 都還在剛在形成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一個通俗 沒有一個就是一致性的一個答案 所以我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自己就必須要學 至少六七個不同學們的知識 那就很像說 箭上本來就有一堆星座 那但是我有一個方向 所以離那個方向近的 就是每顆星星都外 本來在那個星座 我就想辦法把它學會 那等於是畫出一個自己的星座吧 那因為星座本來就是人為的東西 所以你做一個跨學們的研究 到最後就會變成一種習慣 就是任何一個學們的東西 跟你的研究方向有關 那你就會處理旁通地去理解它 去學習它 所以我維持學習動力方向 大概就是調一些很大的 而且也沒有同書的 然後大家都是一家職業 所以也比較願意分享出來 等等這些大的題目 那這些大的題目 就會帶領我到 就是好像說 像當時的自由軟體運動 然後後來的開放原始碼 那後來變成開放資料 開放政府等等的這些運動 那這些運動 那這些運動大概都是 在做同一些事情 就是說如果我們是用 開門造具的方法 所謂Working out loud 那我們能不能夠去分担彼此的 創新的風險 然後分担彼此的 維護的成本 然後大家都一起 就是做出 有共同價值的一些創新 那所以這個題目 就已經大到 大概很難在 我有生事年看到一個 真正的結局 因為每一代的這個新的互動技術出來 大概都會有一些不同的結法出現 那所以這個就可以讓我每天醒來的時候 都非常有動力 而且非常有方向 因為這個問題 它是大國人和特定一代人的這個問題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有20位朋友問說 台灣在接下來 AI發展領域裡面 可能的機會在哪裡 那這個其實很有意思 我覺得我之前有一次去西谷的時候 那個這是已經蠻久之前 然後有人問說 這個台灣有沒有AI strategy 然後我就當場 在那邊Google AI台灣 然後就找到這個科技部有科技部的 這個民間有民間的 然後這個學會 學界有學界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商會 沒商會 沒商會的 有各種各樣的這個說法 所以沒有一個一致性的一個論述 那所以我就被問到了 被問到之後 我就回來就去跟那個 就是科技匯報的同仁 也包含科技匯報的 就是吳盛中老師 講這件事情 那後來我們就想出一個辦法 就是我們來做SEO 就是搜尋引擎最佳化 我們來弄一個網站 就叫AI.台灣.GOV.TW 這樣子你未來找AI台灣的時候 這個網站就一定排在第一名 因為它的標題就叫AI台灣 這樣搜尋引擎 沒有辦法贏過這個網站 所以從我們剛推出那個禮拜 他就跑到第一名去 之後就再也沒有從第一名下來過 所以後來就是別的這個 這個5加2相關的這個就有點有樣學樣 所以我們現在有BIO台灣 那如果對民生公共物聯網有興趣 有CI.台灣 CIVILIOT 那我們的社創也有SI.台灣 那甚至連這個口罩實名值也有EMASK.台灣 後來發現這個網域的命名就很好 因為它就是說對於這些新興的東西 我們不應該有就是各個部會之間 好像各自好像塞了武藏的這個狀況 那也沒有特別區分地方跟中央政府 或者分不同的部門 大家是可以就是共享同一個 role map 所以大家如果去看AI.台灣 或者是CIVILIOT 大家就會發現說裡面的每一則 大概都還是從各個部會 或者是各個不同的民間等等這些團隊進來的 但是到了這邊之後 大家就是共享這個同樣的這個 vision 然後以及就是我們在就是AI的industry裡面 它可能的機會 每個action plan 的這個部分等等 大概都有很明確的這個參數 那當然它會連到就是各個不同的部會實際的案例去 那至少就是對 就算是不會講中文的一些國際的朋友們 它只要Google AI.台灣至少對於我們的一個 就是所謂的regulatory co-creation 就是每一次有一個新的輔助式的智能 進入我們的社會的時候 我們社會是透過怎麼樣一種開放式的方法 先去邀請大家在這些場域裡面 有過一些第一手的經驗 然後形成社會常規 再運用這些社會常規去引領我們的法律的修訂等等 那就會開始有一個就是簡單的一個 就是一望極致的這樣子一個經驗 那所以其實我自己的辦公室 在這上面也扮演了一些角色 就是我辦公室 原來路三段九十九號 社會狀行實驗中心 那這邊其實本來是空軍總部嘛 是那個圍牆這樣的森嚴 那後來我們就那個 就騎上了家鄉的紅裝 拆掉了懸吟牆 那所以大家都直接可以從就是仁岸路上 或從建國花市就可以直接看到辦公室 而且可以直接走進來 那走進來的時候呢 大家都會進入一個很有創造力的狀態 因為我們這上面很多紅紅藝術 都是由喜漢而貢獻的 那喜漢人大家都知道他們很會烘焙 很會烤餅乾等等 但是可能比較少人知道說 就是他們看這個世界的時候 就是用類似像範固啊 那樣子的方式在看 所以他們畫出來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大家就算已經是大人 一看到之後 就也會進入一個非常就是充滿童心的 就是非常有創造力的這樣一個狀況 這個狀況就是當新的技術出現的時候 我們跟這些新的AI相處的時候 我們需要的這種開放式的創建 他比想說那個之前有一個布拉格的市長 他上次來攝創中心的時候 看到這些現在的這些就是創作啊 然後他們的那個小那個 就是他的師父團隊啊 就突然間同行大發喔 就拿了那個 永續發援目標的牌子之後 就都爬到那個攀爬架上面 事實上是第一次有人爬上去 我們完全不知道這個東西可以爬 但是他們就自己就爬上去 爬上去還好就是那個承重沒有問題 不然外交事件啊 就是說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既有的這個結構 我覺得這個就是台灣在AI上面 所能夠提供的最好的一件事情 就我們不會事先去說 他一定只能做怎麼樣的用法 甚至他看起來沒有什麼特定的用法 像當時博士的那個Media Lab 他們MIT的朋友們帶了一堆種 就很像外星人的自駕車過來的時候 他們也不知道哪來做什麼用 但是至少我們DigiPlus的四個精神嘛 就是Digitization 數位化 Innovation 創新 Governance 治理 Inclusion 就是韓融嘛 那這四件事情 他可以在同樣一個開放式的場域 一起去做實驗 所以可能已經有朋友有聽過 就是說當時這個就擺在我門口 然後任何人經過都可以就是跟他互動 那就有當時禮拜六嘛 經過花市 然後就有一對這個老夫婦 然後就是提著應該是蘭花 不是很確定 總之看起來就像是蘭花的一些盆栽 然後就問我說 那這個政衛在這邊跟這些購物車啊 在我坐著房子 然後就說 不是購物車 那是高科技 是無人車 你坐上去 告訴他你要去哪裡 再去哪裡 這不是那種手推車 那種就是 WELCOME 超市的那種 雖然看起來有點像 然後當然就是他們就說 可是這個看起來就很像一個菜籃嘛 就放放看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大家在腦裡充滿創意的時候 就是看到無人車也可以當菜籃用 所以他們就真的就直接把那個盆子放下去 那還好他那個乘中也沒有問題 就真的可以當菜籃用 那所以他們就就是很開心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brainstorm 在那邊鬧力激盪 然後說 其實他們自己有車 所以其實他們並不是很需要他用來帶路 但是因為他才剛從建國花市走過來 所以他們也有一個通點 就是說他們在建國花市開始買的時候 他們的乘中能力 人的乘中能力有限 所以他們常常買到一定程度 就要先放在前面那個攤子裡面 他們去逛後面的攤子 那有時候又會忘記啊 那所以就是很麻煩 所以他們就說 那如果這個無人車 我們稍微改造一下 他變成我們hands free shopping 就是說我在一開始進入花市的時候 這個菜籃就跟著我 然後我也不用特別去推他 因為推他很麻煩嘛 然後我買了就往裡面放 那因為他們有看過電視上面說 無人車可以組成platoon 就是車隊 那所以應該是一個放滿了 因為他自己知道滿了嘛 他就會往後退一步 然後找另外一排過來 然後他就跟兩三輛車這樣排著他逛花市 那這個如果是走退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做到這種事情嘛 所以確實是需要無人自家的技術才能夠做到 可是這個跟那個博士頓 麻煩理工學院那邊的用法完全不一樣 事實上MIT的人從來沒有想過可以這樣用 對 那但是一旦就是這個社會 就是開始去往就是inclusive 就是去解決一些 那些本來根本不知道這個科技可以解決他們問題的朋友們的這些場景出現的時候 那就比較有共同創造的這個能力 所以北科大的朋友們後來就一起加入 因為這是開放原始嘛 開放引體 大家都可以亂改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這個built跟本來那個built就差很多 最大的差比就是那個 有點像獨眼巨人的那個 一個紅燈 而且不能轉方向 就變成兩隻眼睛 這兩隻眼睛是 完全不是cam 它不是攝影機 攝影機在上面 這兩隻眼睛完全是表情符號 就是它是可以轉動 讓別人知道我在跟著誰 然後呢 它可以眨眼 可以怎麼樣 然後又教會它就是看懂人的表情 你的動作等等 那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叫co-domestication 就是AI跟我們的群眾的智慧 跟我們的CI 互相巡化 就是大家知道說這件事情融入社會的時候 它遵循的是我們這邊的社會常規 而不是好像來破壞我們的社會常規 那當時MIT的朋友們也做了一個類似 叫模擬的這樣子一個集體 然後好像發表在Nature上 就是說在台灣跟日本 大家會覺得說這輛車 如果你一定得擋住某一個人 然後讓另外一個人過的話 那它要怎麼樣去進行判斷 那在台灣跟日本是一樣的 就是說我們會想要先讓長輩 就是年紀很大的朋友們要先通過 然後接下來是可能做輪移 身心障礙的朋友 接下來可能懷孕婦女 最後才是想到小孩子 所以就是剛好勞弱俘孺這樣子的順序 但是他們用完全一樣的一個模擬 在博士頓的時候完全是相反的 就是大家都覺得說一定要先讓小孩 先照顧小孩 那長輩就隨便 所以就是長輩 不特別覺得長輩要去想這件事 不用特別考慮是不是長輩 但小孩一定要很在意 所以就是說每個地方社會常規 也是不一樣的 我們如果去用所謂 破壞時創性的想法去想 常常就是說它所發明的那個地方 的社會常規好像我們非接受不可 但台灣的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們的社會部門夠強 所以我們的社會部門可以出來說 沒有我們這邊的社會常規 就不是西谷的那邊了 所以我們並不是說 好像變成亞洲的西谷 我們是把亞洲的社會常規 連結到西谷的間斷科技 那事實上西谷的間斷科技 所以造成社會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也在想說 我們怎麼解決這些社會問題 它比方說假訊息危害等等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有這樣子一個 就是不是好像零和的 或者好像在社會價值 跟這個創新的價值中間 或是在經濟的發展 跟環境的保護上面 好像一定要就是 你私我活的去爭鬥 相反的 在台灣的情況是 就是我們的社會連結企業 那連結我們的治理的價值 環境的價值等等 那這些都可以 在這個創新是照顧到 大家的公共利益 而不是只照顧到 就是現創新的那個人的利益 那只要這個東西是確立的 其實我們大家都非常願意去 拉上這個新的社會創新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邊的 領域可能的機會 就是說在我們這邊 形成的這些台灣模特兒 基本上它在全世界的 這個感染力 傳染力都是這樣搶的 因為它不需要犧牲 任何特定的利害關係人 那如果是在別的就是 治理的框架裡面 它已經是靠派出了大部分人 然後只讓某一些特定的模式獲利的話 那樣子的做法其實反而 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 其實是比較難傳播的 所以這是我們台灣模特兒 我覺得一個很有趣也是很有意思的地方 那有詩者 我也朋友們想要問說 通靈心師我能夠聆聽不同聲音的最佳地氣 請問是不是有曾經對於反對的聲音 沒有辦法通靈過 以及該如何排解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想就是我如果覺得說 我不理解說 為什麼有人可以秉持這樣子的立場的話 那我大概會做的事情就是 我在腦裡不會下判斷 然後我就會跑去睡覺 我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睡夢裡面完成的 可能有朋友看過 就是說我每次要調和 各個不同的領域的朋友的論點的時候 我覺得在睡前快速的 把大家的論點都看過 更能力不會發出聲音 因為你如果看到裡面發出聲音的話 就會有一個叫做毛釘效應 就是你會先看的 會影響你的判斷 你後看的就會變成是你帶著成見 在看它的這個論點 但如果都不發出聲音 就好像這個 現在好像還有傳承機 好像那種就是P4傳承機 是你全部都已經掃完 它放到記憶體裡面 然後再慢慢把它傳承出去 你原告就已經可以拿走了 現在大部分的傳承機都是這樣子 所以是分成兩個部分 就是掃描的部分 那個是我學前做的 那個理解的部分 是我在夢裡面做的 所以如果我一開始覺得不能夠同理 通常睡個八個小時醒來 大概就已經可以從對方的角度來講這件事情 那如果它的離開關係很複雜 可能有三四方然後彼此都互相否定 那我就必須加班 就要睡到九個小時 才能夠 才能夠 最近睡得比較久的一次是 有去看一個電影叫做Tenet 就是天能 那看了天能的時候 我在那裡也沒有特別去想 也沒有特別發出聲音等等 那看完那個電影之後 我就馬上睡著 然後睡個十個小時 然後一醒來 就整個劇情都非常清楚 所以就是說 善時安下判斷 那但是等於是說 在夢裡面去 試著去找出不同的立場 中間共同的價值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一向的一個習慣 那通常就是說 如果你在腦裡面有自己的聲音的話 確實它會擠壓到那個好像同理的空間 但是在夢裡面 本來就沒有一個特定的我知 包含自己的那個形象 都不一定很清楚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反而是很適合去做這些 設身處理的工作 那所以 基本上就是我睡得越多久 越有同理性 那我自己是這樣 不是說一般性的這樣 那我自己是這樣 那有十九位朋友問說 台灣的中場企業家 如果在數位變革時代成功轉型提升競爭力 關鍵的成功因子的解析跟探索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想應該這樣子講 就是說我們講數位轉型 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就是從開始的就是digitization 就是數 有人翻成數字化 有人翻成數位化 就是把這些資本的東西 或者是面對面的東西 讓它能夠透過網路 也可以去進行 那這是一部分 那這個部分做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才可以開始做optimization 就是數位的優化 或者叫最佳化 就是說在裡面開始去找出一些 讓人能夠節省時間 降低風險 但是又增加品質的這些做法 那以前所謂的office automation等等 大概就是做到optimization 那但是還有第三步 就是所謂的數位創新 就是digitization 那創新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實際上也節省到時間 然後也增加你的品質等等之後 理論上你會多出一些時間來 那多出一些時間來 要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去把你本來可能 比較是產品型態的這個東西 開始轉成服務型態的方式去思考 或者說你本來是有一個 特定的產業移民的位置 但是你現在就開始發現說 你在別的位置實際上 也可以處理旁通的 推出一些新的一些做法 那其實像我們在政府裡面的 跨部會協調 就是數位創新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在以前就是每個部會 會自己運用一些替代液 就是公共新增替代液 去做剛剛講的 就比較容易等等這些事情 那我們數位化當然就是在行政院裡面 最大的一個推手當然就是我們這次的疫情 但是在我們這次的疫情之前 最大一個推手就是公共新增替代液的推廠 就是這種就是萬能的工具人朋友們 這個不再能夠進入行政院之後 那大家就不得不面對說 那我平常就是請替代液做的那些事情 到底有沒有可能去請這個機器學徒來做 那包含這個什麼司法院跟行政院中間的捐贈交換啊 就是不斷重複影音 不斷重複掃描等等這些 執本作業的一些程序啊 都因為公共新增替代液的逐漸退廠 而變成說好他非得開始做這方面的工作 可是當他開始做這方面工作的時候 他就發現說原來我累積出來的 好比像說判決書的這個公開他的個式等等 這些開放資料他可以去做 本來他完全沒有想像到的應用 那這個通常就是透過像總統培爾克森 這種跨部會的這種創新 然後他接到民間的一個要求 好比像說他們當時司法院自己有報一個隊伍 那這個隊伍他就是司法院之前 常常為一個問題所護腦 就是每次有一個判決出來說 這個不能安全家使罪 就是減賺救駕啦 那大概就會上新聞媒體 那他就要不斷地一次一次解釋說 就是他其實並沒有就是判得太輕啊 這個東西行情本來就是這樣 你如果去看不能安全家使罪 他事實上是非常機械化的一個定義 就是你這些factor就是他是機車還是汽車 是營業用還是不是營業用 到底造成了什麼傷害等等 大概出來他的良心標準 其實就差不多是這樣 大部分做這個工作的法官都沒有什麼 就是創意的空間可言 大概就是按照行情這樣子判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他們的說命成本是非常高的 那所以後來他們就發現說他們判決書 因為已經結構化了 所以在中間只要用一點點AI的技術 那大家在看到最新的這個判決 然後想說為什麼判這麼輕的時候 他就可以自動地去找到跟他最像的三分以前的判決 而且只把裡面的那些文字highlight起來 那highlight起來之後 每一個都對應到一個判決因素 那所以大家就會發現說 原來都就只能這樣子判了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接下來他們又接了一個 好像類似白話文的那個翻譯期 因為大部分人就是看了這個理由之後 還是覺得說 越看可能越不懂 因為他們用的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法律語言 那所以後來他們就做了一個 從法律語言的文字翻成就是白話文的這樣一個翻譯器 所以在這些簡單的AI技術放進去之後 本來只是為了數位化 就是讓這些安全術不是值得 而是能夠使用文字的格式形式出身 以及優化 就是說他們之間彼此交換的時候 可以直接交換而不用印出來 然後再掃描等等的這些過程 馬上就變成可以幫助他們的PR那邊 去節省他們不斷地溝通成本的一個新的材料 而這個新的材料是他們本來沒有想到過的 所以我想這裡面最重要的還是說 你前兩步的這個工作 要有一種work out loud 就是中文好像會出了一本書叫大神工作法 就是說你在工作的時候 不怕讓別人知道你的工作的內容 那事實上大家的工作裡面都有一些 就是不怕人知道是怕人不知道的這些部分 好比像說像我自己在加入行政院的時候 當時我老公協商就有三個條件 那其中一個就是我主持的所有的會議都必須要公開 那然後以及任何人來lobby 就是來跟我就是談這個政策的時候 那也都必須公開 所以那就知道說我擔任整理之後 已經開了一千四百多場的會議 跟五千八百多人講了 接近三十萬句話 那然後這個都不是一般的會議記錄 這都是主字主句的記錄下來 所以好比像說在一開始 這個電子進擊未來產業方向 與歸類公廳會 這個就不是一般的公廳會記錄 好像直接要點而已 而是我們非常實際地去把所有的這個選手 這個各位委員們 這個這些委員們 然後以及後面的這些選手 講的每句話 等於主字主句 都直接公布在網路上 那之後帶回行政院協調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這個真的是很棒 因為像電子進擊這個題目 當時已經協調了大概到第十年了 就是已經連續十年都號稱電競元年了 但是事實上就是三個部會之間 還是彼此互相三不管的這個狀況 那大家在以前都不知道為什麼 但因為有這個主字記錄 所以當時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就是說文化部主張說 電子進擊沒有百年的悠久傳統 當然沒有百年的悠久傳統 所以不應該是文化部的事情 應該是教育部體育署的事情 那體育署主張說 他沒有動到身體 所以不能算是體育 體育署主張說 因為這個小學嘛對不對 大家有一個體育時間嘛 半小時嘛 如果半小時都打電競 這個成何體統 所以他們是絕對不認真是體育的 覺得應該是經濟部工業局的事情 那工業局就主張說 我們在講的是選手權益 球場也許是工業局的事情 就是硬體跟軟體 但是從來沒有聽說 運動員輔導會跑到工業局手上 這應該是文化部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 在一開始就是所謂的working out loud的好處 並不是說我好像這個很英明啊 這個一下就知道怎麼解決 而是說我把我們沒有辦法解決的狀況 爭點到底在哪裡等等 整個脈絡 完整的脈絡都讓大家看到 讓大家知道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關鍵 就是你要開放式創新 那就是要讓你的所有利害關係人 都實際知道你目前到底卡在哪裡 這樣子大家才能夠幫你去想事情 那這個在傳統上面比較難去想像 就是總是覺得說 好像我要這個一直這樣子分享 會成本很高等等 但事實上現在因為有很多AI的技術的幫忙 所以其實就是 就是一面工作一面點藏這件事情 它的成本已經變得非常低了 所以我才能夠把這個變成 就是我工作的一個習慣 那當這個公開之後呢 它就非常有好處 那也真的成功轉型 真的提升競爭力 至少就是我們電競選手的競爭力 就因此提升了 因為我這個公布之後 就在網路上面有很多 話比像說PTT 八卦版 LL版 巴哈姆特 雅虎天晶 NOBLE01等等的這些 這個網路上面的社群呢 它們真的是住字住句這樣子看 那當然就是總是難免說 前四個回文的是沒有看完就回文 那這個是就是所謂帶風向 但是到第五個呢 就是它是這方面的專家 所以它才能夠最快看完 然後又就是推文 就是貢獻處有意義的這個回應 這是專業的五樓 所以我們當時就是在這個 呃 有 有非常多的這個 這個 好這種回合制的電競 然後不去照顧別的電競 他完全把那個邏輯反過來 那所以王阿波那位主祕 自己也下過圍棋嗎 發現他可以接受這個論點 所以後來就是這件事情 就完全就斜跳了可能三次吧 就關於納入這個所謂的智力運動啊 的這件事情 替代於專門課程等等 就完全很簡單的就解決了 所以那這裡面關鍵的成功因子 絕對不是我做了什麼了不起的才是 我都不做什麼才是 中間只是我不怕讓民間知道我們目前卡在哪裡 以及民間有創意進來的時候 我們有把個字嘛叫做開門造劇你行你來喔 開門造劇就是我們不怕讓民間知道我們卡在哪裡 你行你來就是民間冒出一個什麼記憶文化表演者的時候 馬上說謝謝你來啊 那所以就是這個時候就是從從就是他行的部分 那我們本來不知道嘛 那所以我們看到都是網路上可能很多帶風向什麼之類的 但是這些我就沒有把它帶到行政院的會議裡面 所以從事物觀的角度來看 網友都非常的有建設性非常棒 那從這個網友的角度來看事物觀也都很專業 當然因為我們的竹字稿並不是即時的直播啦 所以其實大家都有十個工作天的時間 把自己的那個形象跟發言都修得很專業 而且其實跨部會的協調的時候 其實很多部會都是急著講話 他沒有特別去聽另外一個部會講什麼 那因為接下來他就知道竹字公開 所以他要花很多時間去編輯 編輯的時候他難免就會把別人的論點比較看進去 所以我也有好幾次就是跨部會協調之後 本來是說那我們再花時間 再找一個時間來開會 但是後來大家看完竹字公開之後 就寫通信過來說 我們終於看了另外一個部會的論點 但在會議的時候沒有很仔細聽 不過他們講的很有道理 才有他們的辦法做 所以這個其實對於內部的這種 就是解決故障效應其實也是很有幫助 所以大概就是work out love 我覺得大神工作是一個很關鍵的成功的因子 因為數位實在是第一次 就是我們不是像以前廣播或電視是少數人講 然後大部分人聽 現在是真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一次去傾聽 成千上萬的人 那這成千上萬的人裡面的專業的五樓的聲音 讓他能夠盡快地冒出來的話 那等於就大家都進入一個創新的一個情況裡面 有十幾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非常佩服我在這麼年輕的時候 即是如此成為類念又非常有智慧 那請教目前遇到人生的挫折是什麼 將如何面對以及克服 我覺得先感謝這位朋友對我的稱讚 其實不年輕了已經39歲了 我們新政院的那個青年諮詢委員會是35歲 以下18到35才叫做青年 所以我現在只能叫資深青年 那不過沒有關係 就是台灣大家不是資深青年 就是見習青年嘛 大家都是充滿創造力的 那但是我是覺得說 確實我為什麼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可能覺得說 各部會立場不移等等 然後我看起來都很成為內斂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並沒有一定要怎樣 就是我並不是帶著一個好像的戰黨 就是一定要把工部門變成怎麼樣而過來 我只是從我們在網際網路說 Internet Governance 就是網際網路的治理上面 本來網際網路就是各地的電信的工作者 軟體工作者等等 大家都是出於資源而結合成網際網路 就是intern就是網際的意思 就是誰也不強迫誰 網際網路是沒有空軍或者海軍 所以你要從網際網路撤退 那也是就是每個人的自由 你不可能強迫其他人去介紹網際網路 所以我們在網際網路上面做standard making 就是做這些標準制定的工作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所謂的 Rough Consensus 就是大家雖管一旦可接受 或者是說一個粗略的公式 因為你在網路上面如果要到一個非常精細的公式的話 基本上就是有時間的人贏 然後沒有時間的人都會跑掉 那所以就是說是追求粗略的公式 所以管一旦可接受 這樣的事情幾乎已經是我的直覺反應 就是我大概15歲就開始跟網路智利的這群人混了 那所以我有投票權的是20歲 所以對我來講 就是說這種參與式的協商的審議的這種民主 是我第一個接觸到的民主制度 那我到過了五年之後才接觸到 就是每四年上傳三個委員的那種 就是代議政治的這樣一種制度 所以我一開始就覺得說 本來就是網際網路智利的這樣一種 透過生意式的協商 本來就是可以做到 讓大家最不滿一旦可接受的一些方向 所以大概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回答 那我遇到的很多的挫折 大概都不是我自己的挫折 而是大家對於這套方法 他覺得說 適用到的地方可不可以再更擴增更更擴增 好比像說像當時我們在網際網路上去做這種 像當時大家可能知道 一個中央政府總預算的視覺化 或是說做那個教育部的重點 公益辭典 然後後來跟台語 客語等等辭典 加起來叫盟墊 等等 在這些就是臨時政府的這些專案裡面 也是很work 但是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他都不能夠去決定真正的國家大事 好比像說服務貿易協定 但是後來就發現說 因為就是機緣巧合的關係 所以到2014年3月就是 當時就是我們去幫忙支援他們在那邊的直播 反正我也不知道直播了一半就會有人跑到立法院裡面 然後繼續開直播 但是既然都已經去了 那就繼續支援 所以後來就發現說 反而是在就是308佔領運動的當下 雖然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把那個內場的討論直播出來 然後確保說謠言不會傳播 但是其實大部分的人對於那個就是類似出門的世界 的那個佔領的那個異常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夠反映所有參與佔領的人的想法 其實是存疑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這個挫折感是什麼東西去吸收呢 就是在那個佔領的附近 後來已經被開玩笑叫做夜市 的一個就是很安全的地方 很多人在那邊上課 然後有大概20個不同的NGO在每一個角落去討論 和關於風貿易協定裡面他們比較懂的那個部分 所以就是後來就發現說 雖然大家覺得說 好像國家大使之前都沒有用這種參與式的方法來討論 但那一次可能20個不同 就每一個討論一個側面 好像說我就記得我當時有 就是花很多時間聽的一個側面 就是在講當時4G 因為我們佔領的時候用的是YMX 那4G的時候還沒有真的在補件 那當時就是在討論說 到底現在我們會把它叫做clean pass 什麼乾淨的網絡什麼之類的 但是當時還沒有這個名詞嘛 就是說到底PRC那邊的元件 能不能夠進入我們的4G網路 如果開了這部分的服務貿易的話 會有什麼這樣的就是系統性的一些危機等等 那這個在街上的朋友很快就達成了公式 那但是也讓我們很高興也很驚訝的 就是說當時的NCC或者公安會 最後是同意了街上的這個公式 所以我們在4G的時候 就沒有使用PRC在我們的核心網路的元件 那所以後來證明是還蠻不錯的超前部署 就是6年之後所有人都在討論5G 那我們已經有長達6年的這個經驗 所以我想這個挫折很大部分 是大家希望這套方法 可以越快越好的使用在社會的各個角落 那但是我的工作反而是告訴大家說 基本上就是要在各個利害關係人覺得說 至少這個囚結範圍裡面 他可以有一個至少沒有損害到他的bottom line 就是每個人進來的時候是可以有一個說 那我一定在這邊會看到一個至少 就是對我沒有實際實質的損害的這個程度 他才會願意進入這個叫做開放式多方利害關係人 這個討論裡面 如果他覺得他進入這個討論 他就一定要有concession 就是一定要被迫這個犧牲一些東西的話 那對他來講他一定是去就是強顧本來的那種討論方法 或者是說不討論的方法 或者是去用別的方式去就是進行政治的 lobby等等 所以我想我面對律科福的方法就是不斷的一次一次證明說 我們這種方法是不滿意單科接受這種討論方法 它可以適用到越來越多的東西上 但是我並不會好像一定要求他一步到位的所有的事情都這樣子做 那我的辦公室也是每一個部會他願意採用這套方法 他可以派一個人過來 但是他也不能派超過一個人 據說外交部有十幾個人都想要到我辦公室 那如果他們都過來 我們就變成外交部的一個科了 那所以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每一個人來他必須要帶來他自己的一套看世界的方法 而且他也必須要願意貢獻 不是只是完全為他的部會所服務 那我唯一對他們的要求 這十幾個部會的派來的朋友就是他必須work out loud 就是他自己的工作方式必須跟所有其他部會分享 所以我就是目前為止舉的例子等等 大概就是跟大家的名聲 比較切實相關的除了外交部之外 當然就是可能內政啊 財政啊 NCC啊 教育啊 可能之類的 就是這些部會大概都會最早送人過來 那其他的部會像農委會也有等等 那但是好比像說像國防 目前國防部還沒有派過任何人來我的辦公室 所以我對國防就一無所知 那我也不是很確定國防的事情 都適合用這樣的方法來進行 那當然也有朋友覺得說 那這樣子的話是不是 國防不能夠用這樣的方式討論 那後來我們就說 其實有一些比較是就是 就是概念上面的事情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事實上後來有去跟AIT合作 那調了四個題目叫做Digital Dialogue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就不講細節 但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所以我們一旦可接受的這樣子一種做法 後來就是反而是AIT覺得說 那我們不妨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進行討論 所以除了就是四次數位對話之外 後來我們又在防疫送上面 就是co-hack上面也運行了這樣子一套方法 所以當時就是怎麼增進台灣在全球社會的角色 怎麼樣增進美台經濟跟商業關係 怎麼樣促進安全合作這個跟國防的關係 以及增進美台人民之間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hip 那這些我們都是運用 就是剛剛講到的網路之一的這個方式 去確保說大家都可以貢獻出自己的意見 然後為彼此的意見投票 但是沒有那個回復的按鈕就跟slido一樣 所以就不會像說在臉書 因為臉書如果大家都有回復按鈕可以按的話 那大家都是專門去打臉 不會去打輸 所以大家都會就是人生攻擊會比較多一點 那但是因為我們的這個UI就是跟slido一樣 基本上是就是沒有打臉的空間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像我們當時在處理Uber內安的時候 是第一次用這個介面 叫做police 那這個介面就是說 那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說他的親朋好友 對於當時2015年的時候Uber是怎麼看的 那好比像說我當時就說 這個我們坐在後座的乘客的一彎弦是最重要的 不管他合不合法怎麼合法 最後一定後座的乘客不能沒有抱一彎弦的空間 那如果你同意我的看法的話 你按同意你就會往我靠近一點 你如果按不同意就會離我遠一點 然後你會再看到下一個就是大家的反應 那你按幾次同意不同意之後 說不定也有想要分享的嘛 你就可以分享出來給別人 但是因為沒有回覆的按鈕可以按 所以大概也就沒有人生攻擊的空間 所以我們每次經過這樣子 就是三個禮拜左右討論之後 都一定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形狀 那這個形狀其實是蠻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本來以為整個社會就會撕裂的這些 比較像意識形態的東西它還是存在 可是大家不會花很多力氣去refind它 大家事實上會發現說 絕大部分的事情 在絕大部分的時候 你跟絕大部分的人 其實有一個差不多粗略的公式 像當時納稅納保納管 就是對於烏龜這件事情的三個粗略的公式 那所以後來就發現說 烏龜也沒有辦法去抵抗這種 像是社會常規的東西 所以實際上我昨天才做烏龜 叫Qtaxi 那事實上他們也跟投程會申請落地 就是變成一家 就是事實上三家台灣的公司 包含Uber Eats 什麼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它事實上是真正意義上面的多因 就是我們本來的計程車隊也好 或者是合作者也好 因此也不需要把車身騎成黃色 它可以用網約車 然後變成黃色的牌子 那我們也看到很多主持公司等等 都投入這個新興的市場 那大家也可以就是 按照自己所需要的功能 車型等等 去做差別的定價 但是所謂的惡性競爭 就是故意把那個價錢 設的比Meter要來的低 這個是不允許的 因為這不是大家的公司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後來Uber Eats 也發現說 用這樣的方式做 它對它也沒有太大的壞數 所以後來它也就願意用這樣的方式 來進入這個市場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本來大家覺得說 這個什麼是共享經濟 什麼是平台經濟 問題太大 那沒有辦法這樣子解決 那就是當時很大的一個挫折 因為我記得2015年當時 我還是 就是 35歲 不到34歲 還是蔡玉玲政委的 艦行顧問的時候 那當時我們在處理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是很感覺到 就是各個部位的挫折 因為就跟電競的這個題目一樣 就是財政部的立場 經濟部的立場 跟交通部的立場 完全不一樣 那但是當時因為沒有這個 radical transparency 所以我們內部的那個協調 的主資稿就沒有公開 真的蠻可惜的 我覺得很精彩 但是anyway 所以後來就發現說 我們反而透過外部的這種 公共的開放市場市 所歸結到的這些共同的價值 反而是財政部 交通部跟經濟部都同意的 那這個時候 大家就會發現說 原來這套方法 也可以面對跟克服 Uber這樣子的問題 那所以大概就是 用這樣的方式來 讓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我們Internet Governance 怎麼樣用在所謂這個 現實世界的事情上 那有十九位朋友們問說 如何練習才能思慮清晰 要反應敏捷跟人溝通 我不是覺得 其實這是三件事情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講 思慮清晰 其實我有一個簡單的概念 叫做take all the science 就是選每一邊站 選每一邊站的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發現在這個 像剛那個polis的討論裡面 如果有任何一個立場 是我沒有他想像 為什麼會有人有這種立場 的話 那我一定都會覺得說 這是我的問題 那我應該多花一些時間 去跟有這種立場的朋友們相處 那因為這些朋友們 可能覺得自己很小眾 有邊緣或怎麼樣 所以用詞的時候就會 比較多金燈號 那等一下我就會在腦裡 把這些金燈號拿走 然後去用一種 所謂的行李來的方式 所以不是說會炒得有湯汁 而是會炒得進廚房一起炒湯汁 就是從口部的炒變活部的炒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蠻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就是乍看之下 覺得沒有什麼不對勁的事情 總是世界上有一些朋友們 就會覺得不太對勁 他比方說在我記得 2017年5月的時候 當時就有一個 我們在Join公正 通常都參與平台上面 一個連署案 那他是一個叫 朱志遠的設計師 那他的題材 完全沒有建設性 完全是負能量 叫做暴水暖體難用到爆炸 那他裡面的內吻完全是負能量 我就不在這邊PO出來了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本來要同理他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但是我們當時 因為我們已經有 開放政府聯絡人這個編制 這是當時楊青恩專位 所以他當時就是非常貫徹 我們開放政府聯絡人 那個逆行逆來的那個概念 那開放政府聯絡人 實際上是有一個要點 那在當時是已經 成了新的一套系統 就好像國會聯絡人士 跟立委討論 那新聞聯絡人士 跟媒體工作者討論 那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跟這些 不知道哪裡冒出來的小民討論 那跟這些小民討論 有一個要訣 就是說你行你來嘛 所以就是說 他一開始就馬上說 好我們雖然不是很知道 為什麼大家覺得 暴水軟體難用到爆炸 但是我們很願意來改善 我們的暴水軟體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他就會去邀請所有在底下留言 那些很多朋友 後來才發現他們用的是 就是Mac 就是蘋果電腦 或者是用Linux 那其實我們用的很順的 都是用Windows的電腦 那為什麼當時大家那麼爆炸 就是因為好像有一位 過稅局的這個服務人員 就不小心這樣一句說 那你就去借Windows就好了 那所以這個 對於這些用Mac的設計師來講 他們就覺得非常的爆炸 覺得好像被當作 日本公民歧視 那但是如果這個 你看他的主文的話 是完全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當時就是 在這種完全沒有任何 確定性的情況 那我們這個楊貴康專員 就直接在底下留言說 所有這個在底下留言 有的罵得很熊 說什麼財政部長下台啊 什麼官方無能啊 什麼的這些朋友 都立刻收到邀請函說 我們過兩個禮拜 請到財政諮詢中心啊 大家一起來畫出 明鏈的道具軟體 那所以這個就是 回應到這位朋友 他講的就是思慮清晰的部分 就是當你看到一個 就是別人 你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有人這樣子 這樣的時候 那很可能是因為你有一個盲點 那人用盲點 不是什麼丟戀的事情 你就直接邀請他 然後說好啊 那你行你來 所以這個反應敏捷就不困難 因為這個反應敏捷 基本上就是一個程序性的反應嘛 不是一個實質性的反應 他只是說 那大家就一起來聚一聚啊 所以後來這位卓志願就出現了 那這位卓志願他後來才發現說 他是一個設計師 那設計師我們都知道 看到不要開體 就會全身不舒服啊 那更不要說 我們的報宣軟體 所以裡面這個所謂 誰在乎誰痛苦 有非常多讓他非常痛苦的事情 因為他很在乎 那所以 但是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他有這方面的專業嘛 所以他不是只是指出問題 他事實上有能力解決問題啊 只是大家 以前沒有把它放到一個 可以來解決問題的 PM的這個位置上而已 所以後來我們就 跟他講說 那他可以幫忙啊 網路上面 因為很多人不能實體來 財政諮詢中心 但是他們會看直播 我們當時有做這樣的直播 所以大家一面看直播 你們會留言 那我們就是請他來幫忙 就是跟我們的主持人一起 大家的這個留言 收納起來 不然乍看之下 好像報稅軟體千瘡百孔 但是如果你用服務設計的這個專業的話 其實就可以把它分成 服務流程開始前 然後報稅中 然後以及之後 去用他的行動 裡面的步驟 他的細節 他的需求 他碰到的問題 想解決什麼問題 其他的解決方法 所以雖然看起來 可能所有的留言上千則 但事實上整理完之後 就這些而已 那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當你work out loud的時候 你不能去 就是改動其他人的留言 好比像說 如果有人留言自暴多 那當時這個財政部的同仁 在腦裡都有個自動翻譯機 就是翻譯蒟蒻 他看到大家留言自暴多 後面還有很多警探號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把它翻譯成 這個文字燒險冗墜 然後把它記下來 那這個是我們知道 公務員求生本能 就是說如果他的長官 這個心臟命發作 當然對大家都是不太妙的事情 但是事實上就是說 我們要說你請你來 就必須要真的是你來 所以如果我們是寫文字燒險冗 我們就不是站在對方那邊 你要選每一邊站 你真的得到他那邊去站 所以我們可以把經探號拿掉 但是字報多是不能拿掉 就是這三個字 或者有人說華麗到讓人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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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在當時2017年的報索原題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記得 就是你做完試算 但是還沒有送出的時候 螢幕會突然卡一下 然後會突然冒出一個 這個無區國稅局 還不同的跡象物 然後會跳上跳下 然後用標凱題寫說 感謝你對國家的貢獻 驚嘆好 還是全心驚嘆好 對 那這個 他的目的是希望你報稅的時候 覺得報稅是有意義的 覺得這個讓你心情好一點 所以大家畫得很可愛 那但是這個朋友很尖銳的指出 他想到要報稅心情就不好 所以所謂的痛快 就是痛得就快一點 快一點過去 就給他一個痛快 不要再重新 忽然間冒出一個 感謝你對國家的貢獻 這個想要他心情好 是圓木求雲 你趕快讓他報水完 他自己去吃個巧克力 比起零 手提心情還要好一點 那所以 總是就是說 即時這種挑戰 我們設計原則的這種留言 我們都沒有把它改寫掉 我們也沒有把它下降 我們就基本上 真的是你心你愛 那加後來就發現說 原來看起來可能 四五千則不同的人的留言 你整理完之後 也就這麼多而已 那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個我們行啊 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辦了 一共四場的這個共同創作的工作坊 所以去又想一下 就是最酸的這些朋友 那在這個專業的這個開放政府聯絡人帶領底下 跟這個胡主啊 就是無趣過稅 這個公務員啊 還有官貿公司啊 和邊緣 看起來很痛苦 不太知道為什麼自己在這邊 很多朋友 這個一起 就是畫出新版本的這個保稅系統 那但是後來就發現說 真的真的很work 就本來讓設計師寫壓很功的這個版本 最後就變成這個版本 那這個版本真的很漂亮 那在第一次推出的時候 是Mac跟Linux使用 Windows還在用舊版嘛 那所以那一年這個就很多 Windows 使用舊的Gamac來報稅 因為才能夠體驗到這種新版 那當時的滿意度就96% 那後來就變成大家都可以使用 滿意度就到達98% 這個在政府的作業服務裡面 是很難想像的事情 怎麼可能有滿意度到98%的服務 那但是事實上這個原因 並不是說這個設計真的多麼完美 而是說這後面有可能五千多人 每個人至少出了一張便利貼的力氣 所以他會覺得說這個東西畫成這樣子 我也有一份責任 所以他比較願意就是去教導他的 青藤好友用心的報酬軟體 因為他覺得好像魚有熔煙嘛 它是有點像蓋一座廟 然後大家的名字又 客棧過一個石頭上面 那樣容浴榜的那樣子一種概念 那就是在大家進廚房一起炒菜的過程裡面 大家彼此的互信就加強了 那加強之後大家自然比較願意說 那我們新的這個東西 因為是大家一起設計出來的 所以也比較不會變成好像勢力者不斷出來的這個東西 好像是說也都有我的參與 因為有五千多人的參與 所以之前就有點像種子教室一樣 那願意讓整個社會一起來 就是用這個新的報酬的體驗 當然後來這套東西拿去賣口罩 那個EMASC就是我們的口罩實名制 就是在藥局版本之後的便利商店版 基本上就是這套系統 然後同一套系統後來又被拿去賣三倍圈 所以三倍圈三千點 GOV點TW也是同一套系統 所以後來就發現說 因為各部會的朋友們可能 因為公務員下的班也是公民 所以我們在當時那五千多人裡面 說不定有一些也是各部會的公務員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也有參與這個共同創作 那他們也不會覺得說 這只是財政部的事情 而是變成說 當他們開始需要用到類似的系統的時候 他們腦裡面就會知道說 這套系統其實是泛用的 它可以用來做各種各樣的一種事情 所以最後這個問題的 就是與人溝通的這個部分 簡單來講就是說 當你做出了一個共同創造的結果之後 那接下來也不要受到 一開始的使用的用途限制 你就說他比較像 我是連自己的那個小想拳都拋棄掉 所以有時沒時今天醒來 就會看到說 我跑去課委會的臉書上面 什麼唐鳳過台灣 什麼老婆更田什麼東西 或者說就跑去什麼 那個環保署的那個FB上面說 有一個唐鳳 然後弄個茶壺叫唐鳳茶 然後再弄一個鳳茶的那個 logo 叫唐鳳茶 突然變成他的產品代言人 這些他們都沒有來問過我 簡單來講 就是說當你不去限制 後遺手可以怎麼使用的時候 那對他們來講 就變成一個類似素材庫 那這個素材庫 你跟大家溝通的部分 就是以他們的最佳利益為出發點 他們一定是混搭成他們想要推的那個東西 所以就會變成是一種 我想你無論如何都是 就是樂上好事樂於助人 但事實上我唯一做的事情 就是說大家用我的肖像之後 我保證不來告你 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思慮清晰就是選美變戰 反應敏捷 就是在程序上面 就是不斷是說 那你請你來嗎 我們開門早去 那最後就怎麼有人溝通 就是以他的最佳利益為出發點 而不是以你自己的最佳利益為出發點 大概就可以 就是願意溝通了 好 那我們最後想30秒 如果願望自己的一天 每天要接收訊息這麼多 怎麼工作各種對接於溝通 學習休閒 簡單來講 其實我只要醒著的時候 都是在休閒 我正在工作的時候 就是在睡覺的時候 所以我如果要加班 要加很久 就是要睡九個小時 九個半小時等等 那如果睡眠充足的話 其實在平常白天 就是靠著各位問我的問題 或是大家所提出來的這些意見 然後去了解到說 現在這個社會上面 關注的事情是什麼 那從各種不同 大家關注的事情裡面 雖然各有各的立場 但是到最後 一定是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價值 那這些共同的價值 其實就是我學習的這個動力 剛剛已經講過 就是一個看起來 無法完全解決的問題 其實就是讓大家 一直都能夠保持 互相學習的一個很好的理由 那今天非常感謝大家的問題 謝謝